您有聽說過少年之家嗎 桃園市消防局大陵分隊攜手一宵 以及副宣隊人員 於2月2號上午前往桃園區少年之家 並捐贈民生物資給青少年 希望要在水末寒冬以及防疫期間 給予溫暖關懷 藉此點亮青少年的未來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就是說 因為之前在防火宣導的時候 有接觸過少年之家這個團體 也間接觸到說了解到他們說 因為在疫情的關係 他們在募資這一塊 那目前就是比較困難影響到 所以我們同仁回來之後 也召集了我們分隊的 義消以及防宣姐妹們 那這些共同來出錢出力 那總共捐贈的物資 包含的一些民生物資 衛生品這邊零零種種 2萬多塊的一些民生物資 那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些物資來做 一個拋磚引玉的動作 抗疫當前 那也能注重到 這些社會的一些弱勢團體來 每年的歲末寒冬之際 桃園市消防局大林分隊 都會前往各大社福機構 寒冬送暖 而今年因為社福機構 受到疫情衝擊 因此消防局大林分隊 以及義消透過捐贈衛生紙 沙拉油等民生物資給少年之家 也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我們現在目前長時間長年的時間住在一起的 我們有38個 那外面有大概固定 從少年監獄出來大概有300個家庭 是固定都要去仿視他們的就學就業 這些我們想說照顧的一些孩子 比較是屬於開始有一些偏差行為 那這個社會來講對這樣的一個孩子 或比較有一些社會刻板印象 那真的對我們來講 也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接受這樣的物資 那我想在孩子在生活上 在一些民生用品上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幫助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大林分隊 平時除了落實防火宣導 並且強化民眾防災觀念 另外也結合義消與副宣隊 共同幫助轄區內的弱勢民眾 而這次義消團隊投國捐贈民生無知 希望要讓更多民眾感受社會的溫暖 記者網路軍談報道